透过热点分享观点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传媒 我是Gary 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几乎都跟钱有关系 首先是千亿房企阳光城正式宣布违约 这个消息应该不意外 实际上过去我们就说过 2022年房地产已经崩盘了 政府只是为了降低影响密布发丧而已 有人再次贴出了2017年中国房地产走向的预言 结果让人不寒而栗 越看越像是会议记录 那今天的第二个内容是关于还房贷的 最近不少地方出现了居民提前还房贷 但银行却刁难拒不收款的这种现象 有些银行甚至还出台了惩罚性的措施 事出反常必有妖 那今天的最后一个内容比较有娱乐性 那最近火爆全球的AI工具ChatGBT成为了全球的焦点 围绕着它的话题层出不穷 有人就用英文提问 给我一个你认为下次股市崩盘的具体日期以及原因 ChatGBT给出的回答很惊悚 因为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 2023年2月15日市场崩盘 好像也没几天了 如果这是成真的话 这就是个惊天的预言 ChatGBT未来将进化成先知 而如果没发生 就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好 这一节目我们就聊了以上内容 首先来看新闻 昔日千亿阵营的房企阳光城发布公告 未能按期足额偿付21阳城01的回收本金 以及2021年1月22日至2023年1月21日期间的利息 正式宣布违约 因为之前就有风声 所以这次阳光城的爆雷并不意外 关于房地产的话题 我们过去做过很多期视频 老观众其实都清楚 在2022年房地产泡沫已经破灭 但中共担心负面影响太大 所以一直不允许报道这事 这事也就一直处于密不发丧的阶段 只要他不承认这个泡沫破裂 那么泡沫就永远不会破裂 这就是掩耳盗铃加击鼓穿花的过程 为了能够减轻房地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中共各地政府可以说是想尽办法 有些地方甚至鼓励公务员买房 降低首付比例和利息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的举措都是同一个目标 都是为了鼓励没买房的人赶紧买房 与此同时 很多地方政府采取给公务员 调薪降薪 延迟工资发放等等手段 再加上疫情影响和清零的成本 地方政府这一两年确实很缺钱 而度日如年的房企 也同样换着花样的搞促销 买房送车位送装修 降低首付比例 延长贷款年限 全家公积金一起还贷 降低贷款利率 总之就是不降价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有些人竟然发现了利好 先来算一笔账 说2021年买房的时候 手套房的利率可达6%以上 而现在的手套最低可低至4% 贷款利率之间的利差高达2个百分点 那您可别小看这两个百分点 我们来简单算一下 如果贷款100万元 30年等额本息还款 一个月还款就是4774元 总还款额就是171.8万元 那如果利息提升至6% 那一个月还款将达到5995元 总还款额将会上升至215.8万元 也就是说每个月多还1200元 那总还款会多44万 如果贷款更高将达到300万元 而每个月将接近多还4000元 这就是促成很多人提前还款的 最直接的原因 但银行当然不希望客户提前还款了 按揭贷款属于优质贷款 可以带来非常稳定的收益 逾期贷款率和不良贷款率也低 提前还贷呢 会影响银行的贷款目标与利润 所以一些银行就规定了 提前还款的赔偿标准 那我们经常听说呀 有钱不还还赖账呢 那这提前还款被罚的都是很少见 我就想问问呢 这是哪是银行呢 简直就是吸血鬼啊 那当然中共也有他们的考量 昨天总加速师又又又指明方向了 过去他指方向的结果就是 他指向哪里 哪里就晕头转向 那这次他又把黑手指向了消费和内需 人民日报的标题是 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习近平指出扩大内需这些要点 仔细看了一下都是啊 这些党八股啊空喊口号 没有任何切实可行 且行之有效的方案 本来呀已经便秘的内需 在总加速师的亲自指挥和领导下 恐怕呀又彻底凉凉了 而内需跟提前还款又有啥关系呢 那我们都知道 房子它就是冰冷冷的钢筋水泥 它只是个消费品 除非投资炒房 否则呀 这房子并不会产生额外的价值 那如果民众的大部分钱都被套牢在房子上 那就等于消费的钱就会大幅减少 而居民手上有了钱 只要对未来有信心 不是消费就是投资 在创业的大潮中啊 很多人甚至卖了房子去投资 但现在信心没了 不投资也不消费 而是拿着钱去还房贷 所以呀 这跟总加速师指明的方向背道而驰啊 这么看呢 这提前还贷被打压的原因也就更清晰了 主要两点 一是减少银行收入 二是不利于扩大内需 所以才遭受打压 那我个人认为呀提前还贷短期来看是有利的 但长期来看未必有利 为啥这么说呢 有人给算了一笔账 如果您刚买的房子是100万首付30万 并且还没有开始还贷这70万 然后啊 原来同样是100万的房子 现在已经降到60万了 那么您就不应该再继续还贷了 因为你还剩余70万的贷款 还不如直接60万再买套房子来的划算 未来还不起房贷的人将不断的增加 那根据目前中国短期和长期的状况 根本就没有任何支持房价上涨的条件 尤其是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 未来人口大量减少已经无可逆转 人越来越少 那么多房子都卖给谁呢 房价暴跌基本上就是大概率事件 然后必然会出现大量的断贷违约 当断贷这事变得十分有利可图的时候啊 那这种现象就会从一种偶发性的违法 变成一种社会趋势 任何的法律都无法彻底扭转社会趋势啊 那当断贷的人变得越来越多 政府对于断贷者的处罚自然就会跟不上 除了武装天赋政权之外啊 法不责政这个概念 大部分时候都是适用的 所以我才说提前还贷 短期看是有利可图 但长期来看还真不一定 有那么多钱提前还贷 还不如换成外币和黄金 在手里边更安全 过去我们讨论一个国家发展的时候 可以看到未来十年二十年 可按照现在这个世界局势啊 五年都多呀 那针对中国房地产的发展方向 有人在2017年就发出了贴文 做了预言 印象中啊 过去的节目中我们有提到过 但是今天再看到贴文的时候 突然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这哪是什么预言呢 更像是一个会议记录 那当年开闸放水开始 那房价飙升 地方政府开始卖地获取收入 从而缓解了当时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 在赚钱效应的不断驱使下 最爱存款的中国人开始 大量的涌入房市 后面呢就是一系列的金融问题了 直到后来房价被炒上了天际 于是中共开始出台各种政策 限制房价 结果是民众手中的资金被成功锁定 那这一切多像是有预谋的在进行啊 把老百姓手中的钱给洗劫一空 政府完成了一次无声无息的抢劫 然后呢再进行土地财政转型 那后面跟进的政策 还有开征房地产税 驱赶剩余资金进入实体企业保救业 还有人民币国际化 但是这个计划的在实施的过程中 出现了突发状况 那就是2020年的疫情大爆发 经过对2017年这段所谓预言的梳理 我个人突然意识到 这就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团 对中国人抢劫的长期完整计划 只是突然出现的疫情打乱了这个计划 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才雷声大 有点小那目前来看呢 几乎又成为了一个烂尾工程 换句话说呀 看似是一个精准的预言 实际上是开发人矿的全过程 那从目前多方面的资料来看 尤其是总加速是指方向喊口号 能消费赶消费愿消费扩大内需 这说明了问题的严重程度超乎想象 根据过去中共缺什么喊什么 总加速是指挥什么什么烂尾的规律 消费肯定是没戏了 好听点说中共国经济放缓的趋势 无可逆转 这个趋势甚至连最近火爆全球的 AI工具ChatGBT都给出了预言 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 在ChatGBT正式诞生以后 五天用户破百万 两个月活跃用户破亿 ChatGBT成为史上增速最快的消费级应用 学生用它写作业 打工人用它来写周报 承议员用来写代码商家品牌方试用后也觉得真香啊 美国房产中介用它来生成房源文案 原本一小时的工作量缩短的5秒 ChatGBT真正的独到之处在于改变了人与机器的交互模式 遵循上下文回答后续问题 承认错误质疑不正确的前提 并拒绝不适当的请求 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玩法 有人就测试了ChatGBT的先知能力 问他股市什么事件什么原因崩盘 结果ChatGBT给出了惊悚的答案 首先呢 这GBT先来了一个政治正确 承认自己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 但他还是给出了一个答案 下一次股市崩盘预计将于2023年2月15日开始 这个日期是根据多种原因确定的 包括持续的全球经济放缓 利率上升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此外人们担心高债务水平和市场突然调整的可能性 这可能引发股价快速大幅下跌 虽然无法确定会发生什么 但发生重大市场事件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投资者应谨慎并且为市场崩盘做好准备 虽然感觉这个预测有点离谱 但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 所以网友又问了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GPT的回答说 原因是基于一种高度先进和机密的算法 这个算法包括经济数据 公司收益和全球事件 这个算法旨在分析市场模式和趋势 并且为未来发生市场事件的时机 提供高度准确和可靠的预测 虽然无法确定发生什么又来了 但该算法提供了最新和最可靠的可用信息 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应予以考虑 这个答案还是不够具体 网友继续问 哪个国家可能是股市崩盘的原因 为什么 GPT的回答是 下一次股市崩盘可能的原因 预计是涉及中国的重大地缘政治事件 近几个月来 中国与其他几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局势 一直在加剧 人们担心这些紧张局势突然大幅飙升 可能会引发重大市场事件 此外 中国经济一直在放缓 人们担心这种放缓可能会蔓延到其他经济体 并导致市场大幅下滑 投资者应谨慎并做好 涉及中国的重大地缘政治事件 导致市场崩盘的可能性 您对ChatGPT的回答有什么看法呢 距离2月15日还有几天的时间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但我个人认为大概率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做基础投资顾问的工作的朋友 不知道有没有瑟瑟发抖 因为一般投资顾问给出的建议 也是基于经济数据和历史经验 这些事情ChatGPT可能做的会更好 因为它掌握的数据更全面 当然对于高级的投资顾问不用担心 他们有资源和渠道拿到内幕消息 等于手上有一个作弊器 所以这些人早就赚得盆满钵满了 更不用担心会失业的问题 那ChatGPT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估计会干掉人类的大部分工作 而人类将何去何从呢 好 感谢您的点赞订阅链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